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11月25號的 就是娛樂 我是怡沛 我們今天的明星料理 親子料理的PK賽 請到了這兩個棒次都非常的厲害 一位是最近很愛開直播 然後常常開直播煮料理的一位賢惠的媽媽 我們歡迎小禎 嗨 小禎最近迷上做料理對不對 雖然你起步比較晚一點 對 可是我已經就是 開始愛做料理已經快一年了 對 然後我就是西式的比較會做 西式比較會做 然後我愛燉湯 我愛做湯品類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今天請到小禎 然很難得 因為我第一次有請到來賓 是我們要做的那個料理 來賓自己是個人非常挑食 然後我們還在說 我們要做出小朋友 不要讓小朋友挑食的食物 對 其實我是比我女兒還要挑食物 真的假的 所以Emma是都吃是不是 她至少我很多不吃的東西她都吃 來 你先舉個例子 妳有什麼不吃 例如說南瓜 苦瓜 椒類 青椒 彩椒 然後茄子 然後還有什麼 剛剛還有講到什麼 花椰菜 花椰菜我吃 花椰菜你吃 就是從禮拜一到禮拜五做的食物 你通通都不吃 對 沒錯 對啊 所以你們這節目好健康 超健康 我們這節目訴求 就是這個禮拜 就是要把小朋友不喜歡吃的東西 放到食物裡面 然後不知不覺的隱藏起來 讓小朋友吃下去 所以今天要幫我們當 就是一種詐騙的行為對不對 對 是半詐騙的行為 所以今天要來挑戰一下 不過要跟你PK的 這一位其實他是很早就在做美食節目 然後也很會做 長得也很帥氣 我想今天就要靠他來沖收視率 歡迎德烈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德烈 德烈是 在小禎開始做料理之前 你就已經主持美食節目了 都做料理了 就是我 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拍戲 然後還有主持美食節目 然後我以前在進入這行之前 我是做廚師 所以就喜歡做 我是因為喜歡做菜 喜歡做菜的前提是因為我很愛吃 我愛吃東西就想說 我覺得做菜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是 可是我們今天是 要親子料理PK 誰要做的是小朋友喜歡的 所以他今天是要先公佈 他小孩的身世 你小孩現在多大了 小孩我想想看 沒有 可能還在某一個地方 對 沒有小朋友 但是我覺得今天好玩的是 我覺得向自己挑戰更多一點 第一個是苦瓜 他就不好處理了 然後再來是又不動火 就是完全是給料理的 烹調的這個方式就侷限了 再來又要小朋友愛吃 沒錯 所以今天真的是大挑戰 但是要講到食物的營養 我們當然是要邀請專業的營養師 我們歡迎婉萍 大家好 我是婉萍營養師 好 話題拉回來 小禎自己有這麼多不吃的東西 可是因為為了小朋友健康 因為畢竟是媽媽 小朋友營養要均衡 你有用片的方式 或是紅A吃東西嗎 有 他小時候其實他 像我剛剛上述那些他都吃 然後可是他唯一小時候 有一個這麼挑食的媽媽 還可以這麼優秀養出一個 不挑食的女兒 他吃超養生的 他小時候最愛吃小黃瓜 然後水果 他是不是都燙過 然後都不沾這樣直接吃 然後他就很吃得很養生這樣 可是他唯一有一個 他就是可能不喜歡他的外型 他就是沒有嘗試過的東西 他就不想吃 比如說花椰菜 花椰菜他不吃 對 花椰菜他就覺得 他長得那樣子他就不想吃 因為平常青菜不是都長得還滿漂亮的 然後他就會覺得那很奇怪 然後我就記得有一次 小S有在節目上講過說 他怎麼騙他女兒吃花椰菜 我就把這招學起來 然後就告訴了我所有朋友 因為我發現普遍的小朋友 都不愛吃花椰菜 有嗎 不會 真的喔 就是普遍的小朋友都不愛吃花椰菜 好 你認識的小朋友都不愛吃花椰菜 然後我就叫他說 你就是那個花椰菜不是一個根嗎 然後上面就頭 很像頭髮 對 然後我就說那你就當作幫客人剪頭髮 所以他就在用餐的時候 他就會開個理髮院 然後就幫客人剪頭髮 就開始會剃他的那個頭髮 然後就吃上面 然後就咬一口是什麼髮型 然後咬一口又變什麼髮型 他就會開始很開心 就幫他設計旁客頭或什麼的 然後他就開始默默的 就會吃掉很多根 因為小朋友就開始在比賽 就是搬家加酒那種感覺 對 遊戲還不錯 然後大家就默默的小朋友 一群小朋友就會把一顆花椰菜都吃掉 對 好優秀 然後可是你知道這一招 他就沒辦法用太久 因為久了久之之後 有一天他就說 媽媽我可以不要再幫客人剪頭髮嗎 可以不要再開理髮店了嗎 對 他就覺得我想吃 所以現在Emma就不吃了 沒有 現在還是會吃 只是他就是沒有那麼 就是像以前那種吃很多 會有理髮 對 然後有時候會說 你看我把客人吃掉 他就會把那個梗梗底下 那根也吃掉 把客人給吃掉 好恐怖 變兇殺案 對 但是就因為這個方法 他們就會開始生愛這樣 電視機前的爸爸媽媽可以學起來 因為如果你這樣子用遊戲的方式 跟小朋友講 或是開什麼店 小朋友的接受度就會比較高 不過我要提到說 不喜歡吃的東西 其實大人小孩 每個人不喜歡吃的東西都不一樣 當然小生是例外 因為他不喜歡吃的東西 實在是太多了 但是我們就是熱了記者 其實有走訪了自助餐店 要來統計一下 到底在自助餐店 大家最害怕的三種食物分別就是 苦瓜 茄子 還有三色豆 真的有這麼恐怖嗎 便當蓋一打開 可以看到有高麗菜 豆芽菜 還有便當常見的菜脯 不過什麼樣的菜色 會讓你看呢 吃不下 我不吃菜脯 為什麼 就不敢吃 苦瓜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很苦 我不太能吃苦 一聽到苦瓜臉 就糾結成一團有如苦瓜臉 不只苦瓜菜脯特殊口味 讓部分挑食的人難以下咽 茄子會 為什麼 因為不喜歡吃 煮起來好 爛爛的 也有人對於茄子不敢領教 認為影響便當口感 對於外食者來說 便當太常出現的菜色 也被點名吃得好膩 包括高麗菜 豆芽菜 豆干絲 不過最大的地雷食物是 便當菜琳琅滿目 不會被民眾票選為 最大的地雷食物 居然是三色豆 三色豆 有一個很噁心的 冷凍蔬菜的味道 三色豆裡面有紅蘿蔔 就不吃 為什麼 我覺得不喜歡吃紅蘿蔔 很多人看到便當有三色豆 就立刻挑掉不願吃下豆 有便當店乾脆選擇不賣 三色豆本身 大家都不是很喜愛的 那這只是一個配色 好看而已嘛 想辦法吃得不挑食 才能營養均衡 記者文凱城 林文科特別報導 結果沒想要在自助餐店排行榜 應該名列前茅 而且排到第一名的就是苦瓜 大家都不喜歡吃苦瓜 但我覺得 我們今天就是要聊一聊說 苦瓜到底有什麼好處 其實吃苦瓜很多好處 你吃一吃苦 對你身體很好 對小朋友身體很好 所以應該要接受 所以廣告之後 我們要教大家 如何挑選苦瓜 然後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關心一則 五月天的新聞 五月天他最近代言當然很多 不過五月天最近在備戰演唱會 對啦 今天在訪問的時候 五月天就說 阿信就說 哎呦我們天生就是會賺錢 啊不是說錯了 是天生就是會代言 五月天24號為知名車商代言 乘坐BUBU出場的五個人 被問及為何為品牌代言 沒想到阿信竟然回答 我們專長就是蠻會代言啦 所以代言任何的車款都 不需要經過調適啊 對啊 我們天生就 就很可以代言 另外被團員公認 開車技術最好的石頭 也自爆竟然為了趕時間變身飆仔 石頭技術最好吧 但絕對無法安靜睡覺啊 之前有 就是要去改一個紅稿嘛 就是我們的錄音是在林泉公路 然後但是我們要趕到 柵兵公路那邊 那我們那個 那天就開了六分鐘 這可以說嗎 大家還是要安全架子 對對對 五月天近期退出新歌MV 找來徐又軒及林志玲 兩位女神擔任女主角 沒想到阿信竟然巧巧現身探班 讓團員們直呼怎麼沒救 這題我們就不要再說了 對 到隔天才知道 他昨天去探班這樣子 我想其他四位都成家立業了嘛 不太適合 就三天半夜的跑到公園去 探個班你是能怎樣啦 即將於12月17號 公彈的五月天 歌迷也相當期待 演唱會是否邀請嘉賓 這一題很值得好好回答 演唱會會有嘉賓嗎 當然是 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好了 我們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今天的主題就是要講說苦瓜 到底要怎麼把小朋友 還有很多大人 也不能接受的苦瓜 把它擺在料理裡面 又要變好吃 到底很多老人一輩的人 都說吃苦瓜很好 爸爸媽媽都一直勸 所以你要吃苦瓜 到底苦瓜好在哪 對不對 我們就分兩部分 苦瓜就是對大人跟小孩的差異性 就是我們剛才說 上班族發現很多人 不愛吃的是苦瓜 但是其實很可惜 因為苦瓜剛好對上班族 很適合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上班族壓力很大 而且很容易熬夜 所以相對就容易火氣大 苦瓜剛好是降火氣的 再來因為上班族其實都是久坐 都一直坐著 所以其實很多上班族 都有痔瘡的問題 對 但是其實苦瓜 你知道很多像瓜類 像絲瓜 蝙蝠都是瓜類 但是這些瓜類當中 苦瓜是纖維含量是非常高的 對 就像我們昨天說 如果把纖維分成高中低 苦瓜是高纖維的蔬菜 它不會像絲瓜 其實纖維都是低纖維的 所以這個苦瓜 對於像痔瘡的排便 痔瘡的這種便秘 是非常有幫助 對 那對於小朋友來講 有什麼好處呢 小朋友來講就是說 要提醒大家就是 其實苦瓜現在在論文當中 就會發現它對降血糖 尤其是山苦瓜對降血糖 是非常有幫助 所以像我糖尿病人 我都會跟他說 你可以多吃苦瓜 可是你知道嗎 孩子因為白就不愛吃苦 可是孩子很愛吃 小生也不愛吃苦 你也是小孩 對 所以小朋友都很喜歡吃糖 對不對 甜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 如果真的很愛吃甜的孩子 我還是會建議搭配苦瓜 為什麼 因為苦瓜 可以幫助他的血糖更穩定 對 所以其實就是孩子 我沒有說絕對不能吃 但是盡量少吃 如果真的很愛吃甜食的孩子 我覺得可能我們還是要培養 他吃一些苦瓜的好習慣 是不是說愛吃零食的小朋友 也建議要多吃苦瓜 對 因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些 譬如說我有時候會遇到 我們剛才說上火發炎對不對 對 然後孩子會不會上火發炎 會啊 因為有時候會發現 有些孩子很愛吃 像洋芋片 零食 薯條 炸雞漢堡 太棒了 就是太熱的東西了 吃完薯條 炸雞漢堡的蛋酥 就是說你先吃兩口苦瓜 才能吃薯條 炸雞漢堡 對 那所以這種東西 就是可以幫助孩子降火氣 讓他幫助他不要上火發炎 但是你知道苦瓜真的很難下咽 因為真的太苦了 那如果是大人跟小孩 有沒有能夠建議的份量 越少越好好不好 越少越好 還有越少越好 基本份量就好了好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是我們一般的苦瓜 如果孩子會建議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一米米而已啊 其實 不多吧 就是這樣一片吧 對 一個禮拜至少就是兩片 這樣子好不好 這應該至少最均衡好不好 今天碗瓶要安撫大家說 好不好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不多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好不好 對 所以我們這個苦瓜的部分 其實苦瓜的一些營養價值 像苦瓜鐵 它其實最好是涼拌之越好 它其實煮得越熟的時候 它的營養價值會越低 所以其實涼拌苦瓜 這什麼 涼拌苦瓜 或是像有時候會有醃酸梅的那種苦瓜 其實這種形態對於我們要 真的要改善我們的火氣 或是改善我們的血糖 其實它是個最好的選擇 就是兩半的形態這樣子 那如果說市面上有在賣那種苦瓜汁 苦瓜譬如說跟鳳梨或是蘋果打成果汁 也建議嗎 也OK啊 也OK 因為其實像這種就是有這種 這種降火氣的這種果汁 對於上班族來講 其實我覺得還滿適合 但是對於某些女性來講 她的手腳很冰冷的話 就不建議常常喝 因為苦瓜比較涼 它是有點真的比較涼的 有些女生容易會有白帶的人 其實也不建議 了解 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體質 然後當然今天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兩位要PK 但是要端出什麼料理 我其實滿害怕說 因為我們今天是四位 小小美食評審會上台來 我怕是說今天會不會是第一次 我們開棚以來 小朋友吃完就哭著走出去 他們知道今天有苦瓜嗎 還是他們不想 我們其實已經把它關在外面 就是不能來攝影棚裡面看 怕他們看到苦瓜之後 就會走了 就今天叫計程車回家 所以小朋友還在外面 但是我其實是滿擔心 所以今天兩位端出來的料理很重要 小禎要用什麼料理來迎戰呢 PK 就是覺得 因為像我女兒 我覺得最快讓她喝到所有營養 就是湯類 對 所以我會選擇一種做湯品 燉湯 對 所以今天要做的就是這個 蘋果泥苦瓜 我剛剛講都覺得好餓 蘋果泥苦瓜 我先問一下 你等一下做完你自己會吃嗎 還要飯桌了 今天你今天要給小孩吃的不是嗎 對 今天是給小孩吃的 我們當然終於可以逃過一劫了 對 所以我今天做湯 但是蘋果泥苦瓜湯沒聽過 待會兒倒是滿想試試看 蘋果泥苦瓜加在一起 因為蘋果是小朋友喜歡 但苦瓜小朋友不喜歡 不知道混合在一起是甚麼感覺 你現在覺得蘋果泥加苦瓜很噁嗎 你要不要拿你的起來看看 滿特別的 你要不要看看你做的是什麼 我做的不一樣 我完全是像自己挑戰 但是營養師說的我有聽到 我做的是酸甜苦鹹三明治 棉花糖跟苦瓜 這真的很賊 而且我有再加一些 就是我有再加一些這個處理 讓苦瓜吃起來沒有那麼的苦 棉花糖跟苦瓜 哪有人把棉花糖跟苦瓜放在一起 對啊 沒有 所以這是小弟的創意菜 不是 重點是你有自己先吃過嗎 當然 結果呢 你覺得沒有違和感嗎 完全沒有違和感 說不出的好吃味 你說他們吃了一口苦瓜 然後再吃一口棉花糖就沒感覺 苦瓜我會用一些方式 讓它本身吃下去的時候 就是充滿很多汁的水分 然後酸甜酸甜 這個我覺得看起來有點怪怪 但是我覺得棉花糖 小朋友應該會滿愛的 結果小朋友吃了棉花糖不吃苦瓜 不會吧 所以待會得獵先上場 好不好 先來一個酸甜苦鹹三明治 好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要先看一則新聞 來看看黃渤他拍新片 而且他在新電影裡面 哇 艷福不淺 好多美女喔 由黃渤 徐靖磊 徐瑋寧 楊紫珊主演的新電影 23號在北京舉行盯檔發布會 只能說成正道導演對黃渤真的太好了 上一次合作就找來台灣第一名模 林志玲演女主角 這次又加碼大放送 一次讓三位女生環繞在黃渤身邊 讓黃渤直呼消化不良 我對消化不良你知道嗎 左邊看 美女都一看 美女一對看 美女還對看 孩子美女 不確實是 每一場戲 環繪眼秀 這個真的是 已經很久沒有接拍其他導演作品的徐靖磊 這次和黃渤飾演一對感情拓劣的夫妻 對戲裡老公的評價如何呢 一定不及格呀 為什麼 明明拍戲的時候說全組我最漂亮 後來一上台就瞎說 吃醋吃到戲外老婆是真的很入戲呀 但是認真起來徐靖磊也說黃渤老師對我最好了 黃渤老師特別好 真的 我到劇組第一個請我吃燕窩的就是黃渤老師 天天 對 然後我真的來說是我這很多很多年來 我覺得是我拍戲拍得最開心最開心的意思 就是娛樂 北京採訪報導 好的 歡迎回到我們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的Live直播現場 首先打頭陣的就是陳德烈 德烈他自己從餐廳出來的 所以做菜他應該就是得心應手 不過他今天端出了這道料理 什麼酸甜苦鹹三明治我聽都沒聽過 其實這滿奇妙的 到底這個料理為什麼旁邊 你的食材裡面竟然還有一罐汽水 汽水是怎麼回事 這個待會我一一來給你介紹 因為我一開始其實我覺得說是 苦瓜來講像營養師說的 我們可以用涼拌的方式 然後所以我就邊開始操作囉 我今天做這個酸甜苦鹹三明治 我覺得一開始很重要的 怎麼樣讓他不苦 其實就是這個瓜囊的部分 對 它本身來講苦的地方都是在這邊 是 所以我們先把它挖掉 把它掏空 對 對 不過 這樣子又空了嗎 還沒有 這樣沒有空 就是它這邊的地方都還是苦的 哪裡啊 那個膜的地方 所以要盡量的刮乾淨 會不會刮完之後 只剩下外面一顆一顆的 也沒有到那麼誇張 那怎樣我才知道刮掉了沒啊 就盡量刮乾淨一點 對 所以苦的地方是在那個薄膜對不對 就再多刮一層那樣子 薄膜到底有沒有營養成這樣 有啊 其實很多苦瓜茶 是連那個膜和籽都一起去做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要挑戰 讓小朋友吃嘛 對 基本上因為我們那個 也吞不太下去 所以沒有膜的話就不苦嗎 還是有一點苦味 但是真的就沒有這麼的苦這樣子 好 德烈在刮苦瓜的膜的時候 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他今天準備的食材 包括了吐司兩片 蒸果可可醬一罐 香蕉一根 奇異果一顆 苦瓜一根 棉花糖 很邪惡的棉花糖五顆 藍莓五顆 蔓越莓五顆 後面都看起來還滿健康的 草莓三顆 糖粉一大櫛 基本上妳是苦瓜硬塞進去的 對啊 沒有… 對啊 我那時候看到它的菜單 我就說它這個根本就是要討好小孩的 全部都是什麼水果甜甜的東西 然後苦瓜隨便給它加兩片 我就這樣說 我們換一種方式 讓小朋友除了吃苦瓜之外 也可以吃到別的東西 那個很常吃好不好 對不對 這樣不是很棒嗎 其他那些食材都是平常很常吃的 沒有 我最好奇的是 我拿到的時候 我說汽水要幹嘛 我說我基本上不建議小孩 特別喝汽水 說說看 小孩一這樣喝汽水嗎 可以不喝汽水 但是就是用碳酸 蘇打水是OK的 但是我覺得 加了汽水會更好喝 對 那妳要用汽水為什麼 你是不是做完這道料理之後 然後叫小汽水放在旁邊說 來 喝一口汽水 就這樣配就對了 就是我待會做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是有我的很大的用意 有小配搏就對了 對 然後再來 他一個後來就跟我解釋說 有小配搏 叫我不要耐心等待這樣子 好 大家仔細看它的小配搏 現在目前為止 就感覺就是大家都會的 對 就苦瓜切一切 先把它抓醃一下 然後鹽巴放下去之後 鹽一鹽 因為在抓醃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會釋出它的苦水 對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我先讓它靜置一下 對 然後這個時候 我再來切其他的東西 好的 好 然後草莓 草莓 草莓 這就是小朋友愛的 草莓就有小朋友很喜歡 有水果 草莓就是 它就是印在甜點裡面 加一個苦瓜 對啊 沒有 你看他在繡刀工 而且你用苦瓜 切苦瓜的刀子切草莓 你用切苦瓜的刀子切草莓 OK啊 不OK嗎 我們現場就沒地方給它洗 我沒有把這個 切魚的刀子拿來切苦瓜 這樣超沒規復喔 不會 真的 好 但是苦瓜的 剛剛的營養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德類今天其實準備了很多 小朋友感覺都很愛吃的水果 而且感覺都好健康喔 草莓 藍莓 什麼蔓越莓之類的 對 其實這些莓類 對小朋友的血管都很好 然後什麼叫做對血管很好 對不對 大家應該很困惑 就是譬如說 小朋友有時候很容易瘀青有沒有 所以對於它的瘀青的恢復 是很好的 或是讓它比較 譬如說不容易撞到以後 容易瘀青 所以其實它整體這個的營養價值 先撇去 剛才有沒有看到這麼多的糖 就是單純的這些各式 沒類的水果 對於小朋友的血管的保健 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保健好血管之後 再用棉花糖跟汽水把它塞住 對 我們就來聽聽看 它的小Peple是什麼 不過德烈我要提醒你 因為我們今天這道料理 包括我們都是要很簡單 可以完成 就是十分鐘 你真的有把握在十分鐘之內完成 沒有問題 OK的 對 好 其實剛剛除了苦瓜抓煙 讓它放在那邊靜置一下之外 其他東西就是切一切 它現在就是在展現它的帥氣跟刀工 其實它目前的這些 我覺得小朋友都可以跟著一起做 很健康對不對 就是還可以小朋友一起加入 沒錯 好的 香蕉也是切一切 對 你已經用掉五分鐘了 五分鐘了嗎 太棒了 真的嗎 太好了 其實是很簡單 它前面的前置作業 就是請小朋友在家也可以一起幫忙 一起操作這樣 對 一起操作幫忙 那我們也看一下 就是說到底要怎麼挑選苦瓜 這是苦瓜的地 就是基本上我們會希望 大家在選擇苦瓜的時候 這個是綠色的比較好 是 對 就是表示它越新鮮 剛摘下來這樣的意思 對 那如果當你的苦瓜 是越是偏黃色的時候 相對就表示它放了比較久 比較久了 對 那苦瓜你看像我們今天這個苦瓜 其實是有一點這個受傷 那我們平常比較不會去挑受傷的原因 其實也可以挑 只是說你挑了以後 最好三天內把它吃掉 了解 因為它很容易壞掉 對 那如果你是顆粒越完整的 相對你可以保持在我們的冷藏裡頭 大概可以放一個星期這樣子 那到底苦瓜要怎麼看 就是比較苦跟比較不苦 大方向就是說 它的如果顆粒是越明顯的 越大顆的 它相對就會比較沒有這麼苦這樣子 這兩者也可以學到 對 它就算大顆的 好 等一下我們先看一下 德烈在幹嘛 OK 我剛剛已經讓它的水分 苦澀水有點跑出來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點半透明的狀態 旁邊 這鏡頭照得到嗎 旁邊 旁邊這裡 對 有一點半透明的狀態 有變成半透明 就表示它苦味有釋放出來 對 它的苦澀水已經跑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再用這個 這個飲用水把它清洗過後之後 加冰塊 加冰塊 冰陣一下 它的苦澀 它的苦味會去除得更多 再來我就要展現我的這個魔法了 什麼樣的魔法 第一個是把我們把這個 擺香果 放進去 OK 汽水 不是拿來喝這麼簡單的 喔 重點在這邊 把它加下去 什麼 汽水跟擺香果 然後加在苦瓜裡 鹽果就好囉 多的話自己把它喝掉 你是想把它醃成甜的是不是 沒有錯 然後再來 那這個是什麼原理 再來就是你剛剛不是有說 就是有吃到一些涼拌的苦瓜 我其實用這樣子的原理 因為我就把它當成 苦瓜我把它當成水果 來去做一個處理 跟這個三明治混合在一起 而且汽水比較容易 讓它趕快入味 對 還有這個梅子的部分 這樣子呢 醃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它就會變成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有事 我知道 我們就是因為你等一下有事 所以我們先醃好了 好 你也可以先試試看 好 有條根 有筷子 好 來 我來先試試看 不是 先試苦瓜嗎 你的湯匙 蛤 你吃苦瓜 苦瓜 你在吃苦瓜 對不起 我想說 我哪知道 我想說 你甜甜的 你吃得了嗎 你甜甜的 你乾脆吃酸梅好了 你幹嘛 我想說 你不是說你不挑食嗎 我想說你不挑食嗎 我想說這個湯蠻好喝的 好好喝 我先吃吃看苦瓜 是不是水分很多 不是很苦吧 你看什麼 你吃好大口 我整個臉都這樣 好苦喔 吃 沒有要吃 我們要用什麼直接抓 那不行吧 對不對 好苦喔 小生逃過一劫 其實我覺得還OK耶 真的嗎 因為你一樣是愛吃苦瓜 對 我是真的愛吃苦瓜 所以我覺得OK 我覺得你還要再做一些別的加工 我覺得小朋友會哭 哭得跑出去 怎麼辦 我相信我自己 百香果的味道很重 有沒有看到 他拿巧克力一樣出來 他已經沒有糟了 你走投無路了 走投無路 來 又好 我們只能幫德烈這一集講 就是說 你知道嗎 如果小朋友真的很不愛吃苦瓜的時候 至少這些東西 我們只能讓他 你可不可以 循序漸進的愛吃 你就放過這些小孩 不行 我們這集就苦瓜嘛 好 就是總是先愛吃比較重要 這樣 他把那個 三明治的那個 吐司上面塗了巧克力醬之後 對 然後再來 我... 沒有沒有 OK了 因為已經準備要好了 已經好了對不對 對 然後把香菇給擺上去 把一些水果把它擺上去 OK 好 水果給它擺上去 好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奇異果 擺第二層 最後放上我們的這個 醃漬 來了 來了 把苦瓜要擺上去了 你看小生的表情 你看小生的表情 小朋友 你看德烈哥哥放苦瓜 小朋友 好恐怖喔 我們這一集不是要讓小朋友可以 德烈 我提醒你 你真的要放那麼多嗎 真的啊 小孩會哭啊 這樣啦 德烈 這樣子就完成囉 然後最後把棉花糖 你不要用棉花糖遮蓋苦瓜嗎 進烤箱250度烤 差不多一分鐘就可以 好 我這邊已經有烤好的 我們已經有烤好的 我們來看看成品 小心燙喔 好 是不是 其實很漂亮耶 很漂亮 很像冰淇淋 不過有赤裸裸的苦瓜 小朋友可以的 可可對你們有信心 等一下 他不用蓋一些棉被 不用 沒有 你就OK囉 真的 你這樣說服小朋友說 小朋友 什麼 這怎麼辦 然後上面咧 上面再蓋上一個這個 另外一個三明治夾在一起就可以 他還是會蓋棉被 就把他會再一個 要蓋一些棉被就對了 這樣子 OK 好 好 完美了 這樣子就完成囉 這道苦瓜料理 但是接下來呢 下一段 小禎要幫我們燉的是一個 苦瓜的湯 到底喝起來怎麼樣 待會兒換小禎 好的 今天我們第二棒派出要PK 就是小禎 他今天要用 蘋果泥苦瓜湯來迎戰陳德烈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食材有什麼 苦瓜一條 排骨150公克 蘋果兩顆 苦瓜又一條 苦瓜只有一條吧 還有挑戰是 苦瓜只有一條啦 恭喜你抽到限量版 對啊 想到限量版 苦瓜要兩條 不會吧 沒有 就一條 苦瓜就一條啦 然後枸杞十公克 岩式亮米酒少許跟雞高湯 對 拼起來很簡單 其實湯不難 對 就是你如果會做 知道順序把東西丟進 所以我愛做湯就是這樣 對 因為它會出來的結果 是你能預期的 是的 老師 那這樣子 這邊黃黃是不是就不新鮮 就相對它比較沒有那麼的新鮮 OK 我們要挑綠的 OK 好 好的 那這邊排骨呢 剛才已經就先汆燙過了 是 把血水洗掉 對 汆燙這動作很重要 要不然會有腥味 對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來切苦瓜 基本上我們就用到這樣就好了 不是吧 你這樣太難怪了 戴手是不是 今天是蘋果雞湯 好啦 苦瓜我們就一半嘛 好不好 對 你看他有多嫌棄 你看他有多嫌棄的臉 對啊 對啊 一樣的把這個膜去掉 是 要去乾淨不然會苦喔 好的 反正你又不吃 對啊 今天有PK有小孩 對 有小孩 小孩子味覺對這個都超敏感 是 我可不想看到 我們今天有多加一位戰力 小小的評審委員有多了一位 我可不想四位都哭著回家找媽媽 不會 對 我對我的料理非常有信心 剛剛那個非常好吃 你沒有那個棉花糖太賊了啊 就是嗎 對啊 就是說是它融合在一起 咬下去的那個感覺 太棒了 這個好滾喔 其實我們的味覺啊 天生真的就是在六歲之前 對苦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對 所以有一句話就是說 當你學會吃苦就表示你長大了 是 吃個苦中苦 然後對於甜是天生 也就是非常喜愛的這樣子 那鹽這個東西就不一定了 對 然後呢 把它這個膜跟紫去掉之後 就把它切塊 切完之後呢 我們要準備來穿燙 好的 你在幫我弄那個水對不對 對 我在幫你弄那個水 因為它很滾 好的 放在這邊 把苦瓜切片之後 對 就可以來穿燙了 好 水滾了嗎 水滾了 滾了 好咧 我們把它丟進來穿燙 其實你可以切薄一點啦 對 越薄它就是越快熟嘛 就煮的時間就不用那麼久了 是 把苦瓜先穿燙的用意 也是不是要把那個苦味 就去掉一些 然後釋放一下 好 這個呢 大概就把它蓋子蓋上 然後燉個七七 四十九天 它就不夠 不是啦 應該跟穿燙個大概 多久時間 一分鐘 一兩分鐘 不用太久啦 二十秒 對 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再次滾的時候就OK 因為穿燙只是把它的苦澀水 稍微先去除一點點 然後再做後段的調味 因為畢竟等一下苦瓜 還要拿下去燉嘛 對不對 然後呢 現在在燉這個 在那個穿燙的時候呢 是 我們這邊枸杞跟鹽跟米酒 都準備好了嘛 對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這個 要做成這個 蘋果泥 但是這個我真的沒聽過 好酷喔 蘋果泥其實 因為蘋果甜甜的嘛 是像我自己在家裡燉雞湯 我都會加蘋果 對 對 然後所以湯燉出來 就會比較甜這樣子 是 那蘋果泥呢 我們就來磨一點蘋果泥 其實這個磨得有點多了啦 不用那麼多 大概就半顆蘋果 所以你準備一顆蘋果呢 半顆蘋果來磨泥 然後半顆要切成片 對 所以 所以妳想吃用蘋果來磨泥 然後把蘋果入在 就是水果 然後入在湯裡面 這個是蘋果跟苦瓜 搭配的效果如何 我覺得應該蠻期待的 是不是比棉花糖合理多 其實我們家說比棉花糖健康多 棉花糖是一個非常好吃的東西 對 如果以營養成分來說 但是它的營養價值真的不夠 對啊 如果以營養價值來說呢 蘋果跟苦瓜搭在一起是OK嗎 我有奇異果 好好好 試試 沒有很多水果 好 我們另外說一下 我覺得小禎這一道菜的好處是在於 它其實這道菜不管對於拉肚子還是便秘都有幫助 拉肚子的便秘是兩個極端 對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有說過苦瓜是纖維高的 蘋果也是 所以它對於像有便秘的人 它的確是幫助你的腸胃弩動 可是為什麼我會說對於拉肚子也有幫助 因為很多人拉肚子的時候 它的水分是多的對不對 所以你是希望它水分收斂收乾對不對 那蘋果它是一種有纖維 但是它是水溶性纖維 意思就是說 它會很容易吸附腸胃道的水 所以它會像讓拉肚子的人容易就是緩解 像有一些腸道症的 就是有些人會很容易腸胃道很敏感 對 腸躁症的人 那像他們很容易拉肚子 那這種其實也很適合他們 所以意思就是說 聽起來這道料理是一個很平和 很溫和的一道料理 就是腸胃道的 不管是所謂的拉或者是便秘 其實都很有幫助 就是它是屬於很中性的 中庸之道的這種感覺 家庭必備涼湯 對 家庭必備涼湯 所以其他剩下的蘋果 我就拿來切成片 那切片的用意是 其實蘋果妳跟蘋果片都一樣 就是最後它 反正這個蘋果的用意 就是讓這個湯能夠有點存味 OK 好 然後呢 我們先把片放在旁邊 好 水滾了嗎 讓我看一下 應該OK了 好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苦瓜撈起來 妳先幫我端著 好 我幫妳把苦瓜撈起來 我們把苦瓜撈起來 那邊下面有盤子 好 就像我們做咖哩一樣 有時候會放蘋果進去 對 就增加甜味 把苦瓜撈起來 因為我們剛剛燙過了苦瓜之後 已經有去掉它的苦澀味了 其實像德烈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你看它燙完之後 它已經有變半透明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媽媽們在家裡 自己在煮 好痛喔 燉湯的時候 妳要不要幫我們吃吃看 看是不是比較不苦 沒有 妳想騙我 吃吃看嘛 不要 我剛才就被騙過一次了 好 然後呢 把它撈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煮湯了 好 好 好 這邊呢 需要的是這個雞高湯 可是這個湯要不要先把它倒掉 還是把它喝掉 等一下齁 我先把它倒出來 對 好的 把它直接倒出來就好 OK嗎 燙嗎 可以 欸 還有一片苦瓜耶 好好好 留一點麻煩 OK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準備的雞高湯 把它放進去 雞高湯通常都是1比1的比例 就是妳一罐那個外面的雞高湯 但通常我會自己燉雞高湯 沒有 自己燉的話就更健康了啦 對 那我們今天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如果平常媽媽們在家裡 也可以自己燉雞高湯 其實燉雞高湯滿容易的吧 就機架子買來之後 然後也是一樣 先汆燙一下 汆燙一下 然後就可以燉 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加蘋果 加那個什麼芹菜那些 那些就可以了 了解 稍微油 稍微油 加點熱湯 因為它湯不夠 加點熱水 對 OK 然後呢 很簡單就是把我們剛才放的 穿燙過的這個排骨放進去 其實燉湯很容易耶 或是說你家平常有這種電鍋 你就直接把東西 材料全部丟一丟之後 放進電鍋是最容易 沒錯 那如果說你想要長時間的燉煮 讓它比較入味的話 你就可以用平常的這樣子的鍋子 可以長時間燉煮 其實我後來發現 如果家裡有陶鍋的話 用陶鍋燉最好 對 因為陶鍋還是可以保持它的原味 是 然後這個蘋果泥 就是大概用五個匙就好了 五個湯匙是不是 不是全部 就是我們平常在吃東西的十湯匙 還是說再小一點 這湯匙有點大 一般的那種鐵湯匙 鐵湯匙 OK 然後所以變成這樣子一匙就是 就等於兩匙了 兩匙 OK 好 把蘋果泥放進去 好 這樣真的很健康耶 非常 但是不曉得 比那個棉花糖健康多了 真的 棉花糖是很好吃的 最重要是裡面有加很多水果 好 OK OK 讓它煮一下 等一下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枸杞跟蘋果片放進去 是 所以你在起鍋之前 你枸杞還不用放對不對 對 起鍋之前我再放這個 再來調味 好 枸杞其實可以現在放進去 好 枸杞現在丟 OK 因為枸杞也是一個很平和的食材對不對 對不對 也可以顧眼睛 因為小朋友現在多看3C產品 非常的多 所以枸杞的話應該也可以保護眼睛 沒錯 好的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等到它在滾的時間呢 等到它滾完了之後 我們就要加調味對不對 對 把它滾完之後就要加調味了 對 好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提前過來 小禎已經燉了一鍋了 所以我們來看看成品囉 其實你起來了之後 你就加一點鹽巴 就是起來滾過了之後 你把火關小火 然後把蘋果片放進去 然後鹽巴加少許 然後米酒點一點就好了 對 其實米酒就是主要讓它能夠甜 然後排骨去腥這樣 對 然後還有什麼 對啊 就這樣子 你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滾一次就好了 是 好 我們這裡有已經燉好的 那我想要問一下營養師 因為小禎這道料理 是很多媽媽平常會在家裡燉的湯 那這道湯 它的營養成分跟營養價值高嗎 對 其實這道湯的話 其實營養價值真的很高 因為像這種天氣 在變天的時候 我們如果可以增加 就是比如說一些雞湯 排骨湯這些東西 其實它們裡頭的小分子的氨基酸 真的可以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了解 那如果像有時候又會有病毒型的 腸胃型的這種感冒 因為感冒不一定是上呼吸道 有些人會攻擊到它的腸胃道 像這裡它就可能會拉肚子或吐 其實你單喝這個蘋果泥的雞湯 你不一定要吃那個肉 其實它就對於它的腸胃道 就是有幫助的 是 好 我先來聞聞看 而且想要補充蛋白質 可以加那個小魚丁 你知道嗎 我覺得小朋友搞不好 真的會愛上這道料理 我跟你講外型他會喜歡那種 可是一喝就知道 我們這個才是真的 不是 是因為我們平常在喝 苦瓜的各種湯 這一道料理 完全沒有苦瓜的味道 是聞起來就沒有 所以搞不好小禎會反敗而生 因為現在看起來好像 不好意思 什麼叫反敗而生 我敗了嗎 三明治 三明治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得戀那個看起來比較邪惡 小朋友對於三明治 吃什麼棉花糖 就是沒辦法抗拒 但是真是說不定 因為都不是我們在評的 待會廣告之後 四位小小美食評論家 馬上就要上台了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的 今天我們的苦瓜料理PK賽 終於到了最後的評判時間 我們今天來了 四位小小的評審委員 首先我們歡迎的是 我們的評審長Jasmine 好 接下來歡迎三位評審委員 歡迎Ryan 歡迎Rachel 然後還有另外一位叫什麼名字 Roy 為什麼大家都要用R開頭的 怎麼這麼剛好對不對 好 今天四位要來幫我們評斷的是 苦瓜料理 請問一下Jasmine 妳有沒有吃過 妳是評審長對不對 所以妳知道什麼叫苦瓜嗎 我知道就是苦苦的 就是苦苦的那種瓜 對不對 形容得好好喔 那妳的臉怎麼了 為什麼表情看起來有點苦呢 好酷喔 她在演苦瓜 妳在演苦瓜對不對 對 那妳平常 妳有吃過苦瓜嗎 有 好幾次了 真的 那妳沒有哭嗎 沒有 真的喔 那妳覺得苦瓜吃起來好不好吃 好吃 我們的評審長 我們的評審長人就是好相處啊 什麼料理都蠻好吃 對 對不對 但妳知道小禎阿姨不喜歡吃苦瓜喔 好苦 妳有沒有覺得她很趣 我喜歡 妳喜歡 好可愛喔 好 但是其他三位小朋友 都是一個苦瓜臉 尤其是Ryan 今天苦瓜臉好嚴重喔 Ryan妳知道什麼叫苦瓜嗎 不知道 不知道 那妳有吃過苦苦的東西嗎 沒有 藥妳沒有吃過喔 藥是苦苦的吧 那妳藥妳喜歡嗎 吃藥藥妳喜歡嗎 不喜歡 不喜歡 所以她不喜歡吃藥藥 就一定不喜歡吃苦瓜 這個叔叔把藥藥放在那裡面 叔叔把藥藥放在那裡面 沒有 這個阿姨把它煮湯喔 妳看都放在那邊 沒有沒有 今天都是很好吃的料理 因為他們沒有吃過苦瓜 好 那當然他們兩個 妳有吃過對不對 妳有吃過 那他們兩個是那個兄妹 所以照道理講 她也沒吃過苦瓜 那問一下Roy Roy妳知道什麼叫苦瓜嗎 不知道 不知道最好 最好騙的 那妳知不知道苦瓜吃 那苦苦的東西妳喜不喜歡 喜歡 譬如說什麼 吃苦當作吃補 妳吃過最苦的是什麼 最苦的是什麼 有沒有 藥藥 藥藥藥妳喜歡喔 天啊 那妳以後好適合當醫生喔 真的耶 對不對 所以藥藥妳OK OK 好 那我們就當然見真章 他們都說OK 但吃了不知道會不會哭 對啊 好 那當然第一道料理是 得獵先來的 所以我們就從得獵的這個 得獵叔叔做的是 酸甜苦瓜 不是 沒有 酸甜苦鹹三明治 你看裡面有棉花糖 還有水果 那我們先吃三明治好不好 先吃三明治 很健康的一個料理喔 來 先吃三明治喔 國旗 你把國旗拿掉 國旗 國旗拿掉 不要國旗 真的 他錢都錢錢了 你們怎麼那麼搞乾 對 好囉 來 開始吃 看果然跳舞 沒有 吃棉花糖 不行 你要吃一個這個 要把一起跟著棉花糖吃 一起吃喔 對 哇 Ryan好厲害 但是Ryan你吃錯了 伊佩姊姊幫我弄 有沒有 克吐司不行 我要吃這個苦瓜 伊佩姊姊幫你好不好 我幫你 好好 我知道你很愛吃草莓 好 等一下 我覺得他們餓咧 很餓 好 等一下 他好餓 我跟你講 我覺得要對得獵公平一點啦 你就把一個棉花糖跟苦瓜 mix在一起 你好狠喔 伊佩 好 好 棉花糖跟苦瓜mix在一起 就知道見真章了 好 1 2 3 Ryan幫我們吃 大口喔 好厲害喔 伊佩姊姊餵的都好吃 真的 你最棒 我最愛你了 吃喔 吃喔 好 好殘忍喔 可是因為Jasmine本來就沒有事情 那我們就看一下 那個Ryan的臉部表情 看起來好像還滿正常的 好 那個Rachel Rachel你剛有吃到這個嗎 你幫伊佩姊姊吃一下這個好不好 這樣好像不公平對不對 好 你先吃一下那個 好 那個跟草莓一起好不好 要不要 不要 太搖頭欸 你吃吃看 你吃吃看 我幫你弄 我幫你弄 這個 這個一個喔 好不好 跟草莓一起好不好 草莓甜甜的喔 啊 好好吃喔 草莓甜甜的喔 草莓甜甜的喔 啊 沒關係 欸他有在吃欸 他有在吃欸 有沒有苦苦的 沒有 YES 感覺過關喔 那Roy咧 Roy你OK嗎 老大你不能只有 老大你不能只有吃那個好不好 老大 哥哥餵你吧 來 你那個 德烈哥餵你 你什麼臉啊 不行一定要吃一口別人都吃了 你貝姐姐餵 你貝姐姐餵 我是男人在乳餵 我問你 這樣他才會比較公平 來囉 好好吃喔 棉花糖 1 2 3 啊 快點快點 一定要吃喔 快點快點 快 你看 你看其他三個都好棒 你看你看你看Ryant 1 2 快點快點 咬牙一咬就過去了 1 2 3 啊 你不吃 不吃 等一下不能走出去喔 你一定要吃 這要問人了 這裡面只有水果而已喔 只有水果喔 你要不要吃 我最後問你一次 你為什麼不吃 好不好 1 2 3 啊 好棒喔 厲害 太大口了 太大口了 小心... 好 OK嗎 好了 好像小朋友都可以接受 好 接下來我們就換上 不好意思可以讓他們 竖一下口嗎 什麼 好 要不然聞一下咖啡豆 竖一下口可以嗎 好 接下來這次阿姨做了 蘋果泥瓜湯 對 苦瓜湯喔 苦瓜湯 蘋果泥瓜湯 好不好 我們來喝喝看那個湯好不好 好 好喔 預備 喝 她真的很愛吃苦瓜 沒有 我跟你講 Jasmine她表現非常好 超厲害的 她很厲害 結果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的感覺 沒有猙獰 對啊 完全沒有掙扎的感覺 對啊 洛宇你有喝嗎 有耶 等一下 OK OK 好 OK囉 都喝完了對不對 Ryan你怎麼了 還好嗎 還好嗎 不好意思 可以看一下她嗎 她整碗拿起來喝 她整碗拿起來喝 很厲害喔 對比很大喔 對... 好 最後 你看一下Jasmine她整碗 喝完了 妳好厲害喔 給自己拍拍手 太棒了 GIFI 好 最後來到了投票時間 最重要的 現在因為我們Jasmine是評審長 所以評審長妳最後在投票 好不好 這是扮演最關鍵性的一票 好囉 那我們把這個收一下 那待會儀佩姐姐數3的時候 妳就把票投給喜歡的那個料理 把娃娃送給她 如果你喜歡這個就把娃娃送給她 就放在旁邊這樣子嗎 對... 你看這個好可愛喔 還有棉花草 你看喔 好可愛喔 好圓喔 好喔 還有棉花草喔 好 準備好了嗎 1 2 3 請投票 所以現在是小禎姐 現在是小禎 小禎的那個湯是兩票 是的 所以最後我們的評審長要做出決定了 Jasmine妳要選哪一個呢 她選了得獵 她選了得獵的 所以等於說今天的PK料理 是皆大歡喜 是的 可是我覺得很好心 可是我覺得 以她來講 妳看她的對比落差很大 她真的看到苦瓜不太想吃 可是她完全喝完這個多好 她完全不完蛋了 對 所以這樣比起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小禎這道料理 因為看起來很恐怖 不要再傷害她 其實我有愛得獵